被家人坑惨的明星,眉眼方内衣被拍卖,他年仅八岁疲劳过度去世。 有句老话叫,胡读不识字,意思是在贪婪的家长也是无私地爱自己孩子的,甚至何以为了自己的孩子活出自己的生命不要? 然而也有个别家长在将孩子培养成童心之后,反过来希望在孩子身上获得金钱的回报。 娱乐圈就有这样的明星,父母把他们当成摇钱树来看,有了名气以后就开始为家长赚钱了。 张韶涵,早年的歌谈小天后,偶像剧女王,在她视野大红大紫,如日中天时,被妈妈诬陷不给善养费,吸毒丑闻,让张韶涵的视野面临巨大危机,母亲为什么突然这样了,为什么爆出丑闻? 当年张韶涵和母亲来到台湾,母女两都一直同甘共苦,感情非常好。 闹成这样,所有的心酸苦楚只怕只有她才懂,虽然张韶涵在经历了大庭功后全面复出,但形象受损严重,已经回不到往日的小天后地位。 梅艳芳,在世时,是香港最火的一代天后,很多人喜欢梅艳芳,因为她代表了香港乐坛一个新的时代,她的声音的唱腔和演唱方式都在那个时代的前端。 梅艳芳,她是很多人心中的传奇,但就这样一位天后,却被梅妈和她的亲哥哥经常骗她的钱,经过太多次后终于让梅艳芳对她们心灰意冷,即使如此去世后梅艳芳也惦记住母亲,她让基金定时每月给梅母二万的生活费。 但梅母是一个贪得无厌的类型,多次和银行打官司希望一次性全部拿到梅艳芳的遗产,然后留给自己的败家儿子梅启明,最气人的是在多次诉讼失败之后,为了钱梅母居然把梅艳芳的内衣内裤拿出来拍卖换钱,真是让人心寒不已。 蔡少芬,她年轻的时候,明眼动人。 而且她也有演技,不是花柄,因此事业发展得还不错。但是,她有一个爱度的母亲。 在母亲欠下千万赌债后,她只能去给别人当情妇,来赚钱还债,非常可怜。 不过,她现在已经和母亲断绝了关系,再也不用被债务压身了。 张学友,歌谈天王张学友,在舞台上风光无限,出道至今一直保持零绯闻,就是有一个极品哥哥。 张学友的哥哥张学智烂赌,在澳门欠下五百万元的巨款。 那时的张学友已经走红,故而受到了黑社会的勒索,张学友迫于无奈只好替哥哥偿还六百万元的赌债。 后来两人就没有来往,过了很久有次采访中,张学友表示已经原谅哥哥,哥哥也已经戒度了。 但兄弟亚的关系却再也回不到最初了,这些都是因为赌博导致的。 邓明赫,人称欲聚红海儿,曾是河南电视台2010年度黎元春少儿银奖类主。 自成名后,小明赫开始了接连不断的商业演出的旅程,后面因为疲劳过度被查出白血病,幸运的地势,死神第一次放了他一条生路。 经过手术之后,小明赫渐渐痊愈,但是,家人在明赫刚大病出狱之后又开始接下各种商业,接下来,命运之神终于发威,没有再给小明赫第二次机会,白血病复发,生命永远定格在八岁。 八岁,一个如花一般的年纪,本应该在学堂大声读书的他,却。